朝鲜称 星期四试射的导弹是新型地对舰巡航导弹 导弹技术水平高于现有的武器体系 在这同时 欧盟表示将会进一步冻结14名朝鲜人的资产 并把另外4家企业列入黑名单 韩联社引述朝鲜官方媒体朝中社的报道指 昨天发射的是国防科学院研制的新型地对舰巡航导弹 并由朝鲜最高领导人金正恩在现场指导 报道指 新型地对舰巡航导弹能够从地上打击敌方舰船 在试射中能够精准探测和打击在半岛东部海域的假想目标 报道还说 试射目的是要测试新研制的巡航导弹的各项技术指标 检验巡航导弹用于火箭 附带式发射车等整个武器体系时 能够获得的预期效果 联合国批评朝鲜的挑衅行为 但是由于没有国家提出要求 目前安理会并没有针对朝鲜最新的导弹发射而举行会议 中国则是再次呼吁各方意志 我们认为在当前的形势下 有关的各方都应该保持克制 不要去做相互刺激 加剧地区紧张局势的事情 各方都应该共同努力为缓和紧张局势稳定 保持地区的稳定来做出积极的努力 联合国上个星期五刚推出最新一轮的针对朝鲜的制裁行动 而这次朝鲜的最新发射行动 也刚好是在韩国宣布暂停部署萨德导弹防御系统之后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